健身肯定想不到 上面有个武器 跳上去承击墙篮 然后跑路 他们人多 三个人 打不过的 冰果石 他跟过来了 他没事 开队友 先跑一下 健身篮篮没了 他肯定要打蛤蟆的 我们绕一拳过来找他 已经在打了 他要承击的 如果他先承击就好了 他应该想不到 我还会来吧 哦 他承击用了 小心跟上 捏着锤 一下 两下 跳上去带着 完美 残血了 回船去红找他 先帮他刷个六击吧 然后再去红看一下 可能已经打完了 他刚打完 贴脸章玉 开始晕着 捏着锤 他走不掉的 一个跳带着 健身在红眼去死了 那他复活来 下河道的概率就很大 我们来 哎 又找一个 这次一红霸火 粘住他更跑不掉了 直接想跟什么 A锤带着 像什么了 跳上去锤 粘住啊 有行进术力就是爽了 能一直粘着锤 一个W带着 出个装备来 先抓下扇子吧 开一天上去 也打不了在这 然后我们假装去下半野区啊 给他们做个假动作 在健身的视野 他肯定以为我要来反他了 然而我并不会 落一大拳去和蟹找他 就算他真的去打蓝 我这边也插眼了 也能看到他 也没有看到他 他肯定在上半野区 打和蟹的概率最大 过来看一下 看到他了 他也看到我了 最好 闪心跳上去 开一 晕住他就没了 晕住了 粘着锤 冥想 原地的恩死 扇子妈来了 直接跳出 他家红还有十秒刷新 兄弟们 这波学好了 我们直接去中路暴露自己 给健身一个去反他家蓝的假象 因为他蓝还在 这样他复活肯定就来打红了 我们一走出他的视野里 扭头就往他红buff赶 等我走到红这里的时候 他肯定在哪一半 如果你们是这个健身 你们能想到这个武器 会烙一大拳来反他吗 反正我想不到 果狼 跳上去 开一 年轴 一下 两下带走 再帮他把红刷一下 他复活只能打蓝了 红被我刷了 先炸过来看见狼还在不在 还在 蛤蟆也在 那应该是在打三郎 嘿嘿 跳上去 绝望吗 少年 狼还是我的 健身会以为我打完狼会去打到蓝 然后他复活就会去红野区 实际上我们直接来红野区找他 现在石头丢个眼 没打吗 来了 他看到这个眼狼 拉出来打的 我们等一下 等他用Q的时候 用Q走不了的时候 再过去 跳上去看一眼 然后帮他把石头刷一下 健身看我身上没有蓝 他就知道他在蓝海菜了 我们去蓝找下了 哎哟 这着实让我意外了 他组不掉了 健身该有多绝望啊 刷子加了也被我反 反上刷也也被我反 这个武器太坏了吧